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1月29日 L北来比西恭候丽华古训 周一凌晨,得甲第13轮上演最后一场较量 届时L北来比西将坐镇主场迎战丽华古训 L北来比西近期整体表现尚可 加上球队向来擅踢主场 就算是一面对实力不俗的丽华古训 L北来比西也有利于之一战 由于头四轮欧关联分组赛不胜 L北来比西早已提前出局 不过他们在第五轮做客凭借攻击手基斯杜华尼昆古和艾美 科斯被制双双眉开二度 最终以5比0大炒布鲁日 从而以一场堪称完美的胜利来保住 争夺将格征战欧洲联赛的希望 不幸的是 L北来比西在返回德国后检测出多人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包括门将古拉斯 后卫维利 科宾 穆罕默德 施马俭和前锋小高 诺和亚 他们金账将要进行隔离 无法出战 德甲方面 L北来比西上轮联赛0比2布迪赫分衔 未能延续此前连续7轮联赛不败的势头 球队如今基18分牌在德甲积分榜中游附近 至于主场方面 L北来比西经济联赛主场表现5胜1负依旧出色 场景甚至能够攻入3.33球之多 其主场战斗力大家有目共睹 就算此番迎来金矿不俗的丽华古迅 L北来比西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阵容方面 后卫马泄露 沙拉志和前锋游素夫保尔臣等人皆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丽华古迅经济同样有欧战任务在身 而且球队上战欧洲联赛分组赛战胜先陆敌后 目前以四胜一合的不败战绩提前一轮获得出现资格 得甲方面 立华古迅开季前七轮取胜5场 球队排名一直处于前四 不过他们在10月中下旬惨败败人慕尼黑号连续四轮不胜 直至上轮小胜波群重返胜轨在战霸12轮依然排名得甲第四位 值得一提的是 立华古迅经济联赛作客演出相比起 埃尔北来比西的主场表现也是不遑多让 前者头六轮联赛作客路德三胜三合的不败战绩 期间场均入球高达2.5个 得甲千年老二绝飞浪得虚名 只不过 立华古迅在往季方面完全落于下风 他们近六次对阵埃尔北来比西依然未尝胜季 其中双方最近四次交锋有多达三场合局 如此看来 立华古迅此番出征想要全取三封绝非一事 阵容方面 后卫天莫飞 科苏文沙和中场阻力安报加特宁加等人均因商修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